Oh watch over me 哈囉大家好我是羽毛 兩周年來啦 大家有沒有抽到想要的造型呢 活動一開始送的黃金箱子 有沒有抽到你要的傳說呢 我先快速帶過這次的新東西 傳說有 全王的正式服裝 碧雞的女頓士 歐瑞莎的森林之魂 炸彈鼠的海賊 托比昂的深化托比昂 碧雷的隱形機兵 新梅塔的魔術師 跟麥卡莉的夏洛克 史詩友 陸修的威元綠 76的劇毒76 閃光的閃電 表情就是拳王 莫伊拉跟碧雞的跳舞 這次活動期間內 登入會送一箱黃金箱 買50箱也會多送一箱黃金箱 而之前的PTR更新也更新上來了 安娜子彈數變14發 子彈擊中滿血的隊友會穿透 單人死鬥可以強化自己 碧雞的盾擊冷卻從5秒增加到6秒 大招的疊甲量 從150減少到100 半張的暴風劍傷害從80降到70 接下來 莉亞爾托已經會在禁忌中出現了 之後的新地圖 以及新英雄 都會先釋出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後 就可以在禁忌中使用了 然後就是 新的鬥陣版本啦 傳奇版鬥陣 傳奇版鬥陣除了有遊戲之外 還有起源版的5個造型 再加上另外10個遊戲內 就抽得到造型 現在打折要台幣1250 原價是台幣1900 如果你要升級上去的話 也就是 你已經有遊戲了 要買那些造型的話 要台幣600塊 我自己是不推啦 而理所當然的鬥陣也有打折啦 一樣5折台幣650塊 而免費周是台灣時間 5月26到5月29 好啦 以上就差不多是這次的更新跟活動了 接下來是新地圖 佩特拉 你們逛過佩特拉了嗎? 你們覺得新地圖如何呢? 在新地圖目前有發現幾個小東西 最主要的就是這兩張圖 我們先看這張 一張FYSO所留的訊息 從最近的影像調查 開始挖掘了隱藏的寶藏室 如果在過去是有另一種方式進去的話 我們還沒有發現那條密道 感謝你繼續為我們的佩特拉探索 提供資金 在伊利歐斯正在進行的工作 以及泰國的新項目 NahaLiam博士急於開始有這麼多地方受到威脅 你的貢獻使我們有可能繼續這項重要的工作 H.FYSO 從這個訊息裡面我們可以知道 有個人提供了資金給一個團隊 去挖掘佩特拉的寶藏 而這個人呢 應該就是哈米德 Hamid 從他的電腦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名字 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封信 這一則則是兩個人的對話 對寺廟最高層的調查 幾乎完成計畫挖掘下層的房間 目前為止我們最大的發現是 赫拉、雅典娜和阿弗羅代帝的雕像 我們希望他們是許多雕像的其中幾個 再來 早期的成像通道 揭示了一個隱藏的房間 A.L Hamden認為這可能是一個重要的發現 我們發現了一個狹窄的開口 我們可以進行進一步的挖掘 以上就是這張圖裡面的對話 如果你有看過我比較早期的影片的話 你應該很熟 赫拉跟雅典娜這兩位希臘神 這樣兩位的雕像已經在伊利歐斯被發現了 而因為這個導致很多人猜測下一個英雄 有可能就是之前講到的阿瑞斯 以上就是目前發現的東西啦 感覺還蠻前期的東西 可能之後會有東西慢慢出來 或是還有線索還沒被發現 目前是有幾個線索了 只是我還沒有整理出一個頭緒出來 所以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等一下喜歡並分享出去 跟朋友想去收看的可以點下 順利下的訂閱 怕錯 直播 別人點鈴鐺 按鈕 我是羽毛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恩 掰掰